有些人一開口 嘴巴一說話 就讓你覺得酥酥 糊糊的 你一聽他說話 你就覺得很舒服 好像他的話就像一把無形的韻斗 開始在你搜 開始覺得暖呼呼的 比如說跟他講一番話 你會覺得 你跟我講一番話 讓我心裡覺得暖呼呼的 有沒有 有些人你待在他的身邊 你會覺得好像你被鼓勵了 你被鼓舞了 你得到滿滿的能量 有一些人在他身邊十分鐘 你覺得你都快精進人亡了 你的全身的Energy 精力 好像都被抽乾了 各位 不要跟我說你們都沒有這種感覺 有沒有 有 那如果我從這樣的一個現象來探討 那我相信的確就像賽斯講的 人類的心靈有九大意識家族 而的確裡面有一種家族 他們是能散發讓人家療癒的一種能量 各位 意思就是說 他的口語的表達讓你覺得舒服 他的非口語的動作讓你覺得心安 他說出來的話就讓你覺得 好像聽完他的話就覺得一切都不是問題了 一切都不是問題了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有一個學弟 目前是在台大當醫生 是目前台大的醫生 後來有一次他就來跟我談 跟我講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跟我說 學長 我說怎麼了 他說學長 怎麼我想了好幾個禮拜 想到頭都快爆炸的事情 怎麼想都想不通 怎麼來跟學長講講話 好像那些都不是問題 我就說對啊 人生能有什麼大問題 人生到底是未來先來 還是無常先來 你不知道啊 而且我最近還常常給我的 我們賽斯家族講一句話 你真的確定會有明天嗎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就請活在今天就好了 不要永遠只想要為明天做準備 萬一沒有明天呢 各位 萬一沒有明天呢 你在為明天準備一個 屁啊 各位 因為一天到晚為明天做準備的人 是永遠沒有辦法活在今天的 永遠為下一刻在準備的人 是從來沒有活在當下這一刻的 各位明白嗎 你必須活在當下這一刻 有時候得告訴自己 根本就沒有下一刻 根本就沒有明天 你才能活在今天啊 你永遠腦袋在想著明天 想著後天 想著大後天 想著明年 想著大後年 你怎麼會活在今天呢 因為你的腦袋永遠不在現在啊 各位 你永遠沒有活在現在過 因為你以為有明天嘛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徹底的了悟到 根本就沒有明天 根本就沒有下一個片刻 你才會真正的活在這個當下 因為過去心 未來心不可得嘛 既然未來心不可得 怎麼會有明天 你為什麼要有未來心 各位了解嗎 你為什麼要去過去心 各位 有什麼奇怪的聲音 怎麼會有過去心 怎麼會有未來心 如果根本沒有未來 為什麼會有未來心 只有當你把未來心 跟過去心都放下了 你才能知道 當你不再為未來準備了 甚至當你覺得 根本就沒有下一刻了 你才能活在這一刻啊 各位 好 這是我最近認識到的 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自己 完全不同的自己 好 所以在今天這個主題裡面 認識自己的百萬種方式 那我們今年整年的年度 就是以 我就是生活冒險王 好 那這個主題 各位如果記得的話 之前有一部電影 還滿好笑的 叫白日夢冒險王 白日夢冒險王 那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滿有啟發性的 好 甚至如果各位 有注意到的話 嗯 他是在一個 現實生活裡面很乖 很保守的一個人 好 永遠都只是在 這個暗房 沖洗照片 因為他是一個 很有名的運動雜誌 好 運動雜誌的一個 這個照片的一個負責人 那一輩子二三十年 都永遠在這個 暗房活動跟工作 那永遠看著那些 運動家 冒險家 到亞馬遜森林啦 到喜馬拉雅山啦 去拍這些 珍奇動物的照片 永遠看著別人在 生活跟冒險 各位 直到有一天 他 快要被開除了 他 終於 決定要 把生活 當一場 冒險 各位 他 終於要把生活 當一場冒險 所以我希望這一整年 我們整個培養出來的精神 在於 我能不能 重新 再把我的生活 變成一場冒險 好 那 認識自己的 百萬種的方式 好 回到我剛剛講 許醫師一直在 不只做一個醫療者 不只在開藥 我常常透過 工作坊也好 講座也好 書也好 CD也好 來 提升一個人的 自我療癒能力 好 我跟各位講一個 昨天才發生的 事情 我記得大概 一兩年前 有一個媽媽 帶著他的女兒來看我 那女兒是被診斷 所謂的失覺失調症 就是以前大家講的 精神分裂症 大概加近二十年了 這個媽媽本身是一個護士 退休 她本身是一個護理人員 那她罹患了 糖尿病 罹患了糖尿病 那這個媽媽來看我 我第一句話問她 你真的想進入 賽斯心法嗎 那如果套一句 楊教授的話 你想啟動你的賽能力嗎 各位這個賽能力 我覺得它有另外一個含義 因為每個人都有能力嘛 可是 你有一個能力叫做賽能力 就像我們常講什麼 賽潘安有沒有 賽西斯對不對 就是你又有個內在的能力 又超越了你原來的能力 叫賽能力 其實那時候我本來想建議 總編要不要改成什麼 超級賽亞人之類的 好啦開玩笑的 這個七龍珠裡面的 超級賽亞人 好那我就跟她講 你相不相信 人的內在有一個賽能力 你相不相信 人的內在有一種潛能 是可以把二三十年的慢性病 包含糖尿病高血壓 可以療癒 你相信嗎 各位信念創造什麼 來大聲一點 信念創造什麼 因為人類的潛能 通常是透過堅定的信念 而打開的 沒有相信就沒有能力 而科學只不過是 最後來驗證變成事實的現象 各位 科學只是調查者 他不是創造者 了解嗎 科學只是調查者 他並不是創造者 所以我就跟這位客官講 你願不願意相信 人是有一個內在的能力 甚至是可以療癒 二三十年的慢性病 各位記不記得 許醫師有一本書叫 誰說慢性病不會好 各位 我沒有要叫你們吃任何的食物 也不像賣什麼東西給你們 不對 正宗賽斯心法很簡單 開啟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自我療癒力 我開始跟這個媽媽講 你要學習放下 他說怎麼放下 我有一個媽媽 八十五六歲 又是在那邊生病 又是在那邊怎麼樣 我有一個女兒 思覺失調症 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就說 不然你再更擔心一點 他們的病就好啦 會嗎 不會嗎 我鼓勵這個媽媽開始放下 開始自在 而且開始 從生活當中 一步一步的 重新找回自己快樂的感覺 各位 從生活當中 一點一滴的 重新找回快樂的感覺 結果這個 護理人員 昨天告訴我 他的HbA1c 糖化血色素 已經降到6.3了 已經降到6.3了 幾乎就是已經降到沒有糖尿病的正常人的標準了 各位 為什麼 因為他開始相信了 他開始相信了 當我提到這句話 他開始相信了 再我回到我剛提到的這部電影 駭客任務 各位 駭客任務 從頭到尾很好玩 你們記不記得 尼爾去看過那個女技師之後 那個女技師告訴他 很抱歉 你不是 因為尼爾 人家告訴他是救世主嗎 可是女技師告訴他 其實他不是 他說還是很抱歉 但是似乎又沒有把話說死 可是女技師又讓周遭的所有的人 包括他的後來那個女朋友 Trinity 他跟Trinity說 你會愛上一個人 而那個人將會死掉 那個人就是救世主 你會愛上一個人 那個人會死掉 那個人就是救世主 那最後 後來有沒有死掉 又活過來了嗎 對 那整部片子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鋪陳 就是 尼爾這個男主角 他慢慢一步一步的 漸漸的相信他是人 各位 他終於一步一步的相信他是人 對 對